咱就不说哪国了 专业打击大骑兵演员区要行动的 我怕别人说网上造谣 真的我都不敢讲 但是大家看 看我实在有没有在这瞎扯淡 还有一个好消息 马上下一步又要干柬埔寨员区 这是今天在柬埔寨这边得到的消息 已经开始筹措力量 马上要狠干一次柬埔寨员区 因为现在柬埔寨还有很多园区没有关闭 知道吧 咱们回头看新闻 看看我李十三有没有在扯淡 是不是我一天为了我眼球没话了 没话可闹了 说可硬下辩 其实我说话聊天大家都习惯了 我真的就是很随意的跟大家聊 而且我说了 我得到的消息 可以叫东北话叫小道消息吧 我也不是通过哪个互联网 或者通过哪个在哪自己瞎刷的 因为那边有朋友 因为柬埔寨毕竟做过生意 那边还有很多朋友在 有微信大家都联系 他们会给我一些 在官方没有出的新闻之前 有一些小道消息 我这起码有 但是我想想我这么讲的话 应该不会有什么风险 帽子是不是应该不会找我 毕竟我讲的也不是坏事 我也没散播遥远 也没有说咱国家大事 是吧 我只是说讲这边马上又要干 柬埔寨的园区 西港现在已经很少了 共步 共步还是很多 显历 显历基本没啥园区 显历是典型的 比如说去 你去过来就这样 显历没什么园区 现在哪有 菩萨 还有个菩萨 那边的园区多 那边的园区多 柬埔寨跟泰国交界 那边的园区又多又大 而且都在深山老林里 非常不好找 真的开车是七拐八拐 咱就这么说吧 从这个金边开车 你得六七个小时吧 进山里 左拐右拐 你要没有本地人带到 我跟你说 你去找 你都找不到 真的 全在深山老林里 你根本你就找不到 你除非说你知道 大概有人告你方位 你拿无人机 先去勘查一番 你才能找到那地方 要不就有本地人知道的 有这个爆料的 懂吧 散水的人带着你走 你能找到 不然我告诉你 你真找不到